7月21号下午5时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,就目前乌鲁木齐市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控工作情况进行通报。截止7月20号24时,该市现有确诊病例53例,无症状感染者55例。 目前,正在对乌鲁木齐市的各区线进行逐个的检测。天山区已经完成,沙尔巴克区正在全面铺开,其他区线正在进行检测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 当天,记者所在小区位于乌鲁木齐市北边,距离天山区约14公里。目前,社区居民都已接到将进行核酸检测的通知。 小区院落中整齐地摆放着间隔一定距离的板凳。不少居民告诉记者,社区工作人员已经通知将于22号起对小区内所有人员进行免费的核酸检测。 发布会上,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瑞宝林介绍,疫情传播风险依然存在,居民切不能掉以轻心,尤其要注意在社区封闭管理期间,严格严禁参加社区内跨家庭、跨院落的聚餐聚会活动,严格服从社区防控管理。 加强疫情报告,提高发热门诊的敏感性,强化集中医学观察点的健康管理,通过全民核酸检测,深入查找社区传播风险点,多措并聚,落实落细防控措施,知劳知力全市公共卫生防护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